这场游行真的侮辱了 守护台湾这死人 确确实实的侮辱 我们来看发起人 这个黄国昌 他2018年他的岳父母 才被法院认定就是投资大陆 所以说普遍来讲 您的岳父母就是跟大陆这边 有做生意往来 那他自己呢 再看2015年他自己 那个时候他要选立法委员 他记得那个时候 2015年的时候 他信誓旦旦出来开记者会 大声地讲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他是要 南瓜比较多的选票 所以他出来讲说 我哪有反中 我没有反中啊 他那个时候 2015年是这样讲 现在2018、2019年了 又要再一次面临的 2020年的选举的时候 大家已经看破了 他的一个假面具的时候呢 他现在号召人上街头 凯道去说所谓的守护台湾 要反同媒 其实事实根本上 他就是为自己的选举来做操作 所以在这四年来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变化 如此之大 真的是匪夷所事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比如说在学校的经验 在学校里面一群小朋友 如果说针对其中一个小朋友 讲说你讲的话 我不喜欢 你要闭嘴 那叫什么 那叫学校校园霸凌 我们都知道说 校园霸凌这个行为不可举 那我们今天怎么能够放任说 有一群人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面 做这样的一个游行抗议 并且讲说把人家扣红帽子 讲说人家是红美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游行 就是一个滑天下之大鸡 尤其是现在的执政党是民进党 民进党的秘书长 你既然还有脸站在这个舞台上 公然的讲是说 你也要跟着一起来 附和这样的一个游行 那不就是自己承认 自己所组长的过去三年多的 民进党政府执政下 真的就已经让台湾已经陷入了一个 这个环境已经就变化了 所以说我根本认为是说 这一个游行就是 一群人大家在那边演戏 最后我们去讲 如果说你今天这场游行 你有尬子一点 你不要叫反同媒 你叫的是反对 比如说韩国瑜选总统 我还觉得说你有点这个正常 你还有点尬子 因为你真真正正 把你自己的目的性给讲出来 但是你不敢的话 其实基本上你就是一个 遮遮掩掩的游行 晚上八点钟 英文打拳陪你一起打拳